受到疫情的影响 阿里山花季的游客人数 创下30多年来新低 去年三四月花季的观光人数 有26万多人 今年降到只剩下11万多人 对此嘉义领馆处就推出了 一系列的优惠 入园门票价格砍半 只要100块钱 旅馆跟餐厅业者也配合原方 纷纷祭出打折的优惠 希望可以吸引游客回龙 环境清幽的阿里山森林园区 每年三四月花季 都吸引大批游客来赏花 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游客人数直接砍半 同一时期相比 去年游客还有26万多人 但今年只剩下11万人 有时以来最惨 不过现在疫情解封 业者也纷纷祭出优惠 庆祝我们疫情解封 我们从6月10号 一直到8月31号起 门票都打对折 本来200块 现在只剩下100块而已 业者大力推销 路员门票只要100元 还加码送小礼物 让游客笑得何不拢嘴 我们买那个阿里山的游园车 然后有巴则用会 然后还送一支笔 这样子 疫情期间大家都要戴口罩 哇 大家闷了很久 现在可以解封的 不用戴口罩 出来玩非常愉快 民众出门透气 业者也希望能尽快看见 观光束光 记者蔡从乌 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